健康下來要幫大家建議一點 實用的生活方式 就是談完戀愛之後 剩下的那些紀念禮物 是要留著呢 還是要出青衣呢 實用的可以留著 爛東西就... 電鍋就留著 對 然後如果是... 相框 相框實用 就萬一現任男友說 這相框好可愛喔 我就趕快告訴她去前男友說 就立刻拿相框把她打回去 好 歡迎四位女明星號 歡迎四位 掌聲鼓勵 首先這四位都很大方的 承認他們有幾任的戀情 那這幾任戀情分別留下了一些東西 在他們的家裡到現在還沒有處理掉 交換禮物規則 來賓先推薦自己的前男友禮物 並且決定要跟左邊 或是右邊的人交換禮物 如果對方不願意的話 就必須和另外一邊強迫交換 首先呢有個體積很大的東西 擋在大家的前面 這東西太可怕了耶 田充... 田充玩偶的確是 情人之間相贈的重要禮物 田充玩偶已經是很可惡了 還是大型的田充玩偶 這是你要放哪裡啊 這時候我媽媽覺得很佔空間 可是對我來說是意義深遠 因為我那個男朋友呢 他是很不浪漫的人 從這個還滿浪漫的啊 對 就是因為這樣 我要跟他鬧分手 因為送這個 不是 因為他從來都不送我禮物 他不是送了嗎 是因為我要跟他分手 然後他才冒著雨 騎著摩托車 然後去死 騎摩托車在這個很危險 他在坐在後座嗎 我真的不知道他怎麼坐不進來 然後咪咪還說 可是我手不夠長 是 鼻子一直頂到後腦很少 但是問題是你有喜歡米妮嗎 完全沒有 所以他自己亂買一個甜妝玩偶 對 因為我一直跟他說 我很喜歡玩偶 然後他從來都不送 然後他的 如果任你選的話 你會選哪個人物 米妻 我想要選那個 Stigy或是Tinkerbell 小仙女那種 這更令人生氣耶 因為他已經要買 還不是買對你喜歡的人物 可是因為他的體型 然後加上他是騎摩托車 所以我就原諒他了 好 所以今天大家帶來的是 他們歷任男友們 留下了一些匪夷所思的禮物 可是更匪夷所思的是 為什麼不丟掉呢 然後他們今天帶來 要互相以交換的方法來處理掉 所以四位明星 現在呢 我們要一一的請你們先 從你們所帶來的 前任男友送的東西當中 選一個是收到的時候 感覺到最意外的 白白拿了一個小可愛的音響 這是音樂盒 會叫好的東西 怎麼會有節奏上面 哈囉Kitty還會轉 然後殷琦拿了一堆花布 來 凡哥請幫助殷琦小姐 展示一下這些花布好不好 來 殷琦請起立 請問這些是什麼 這個音是 我覺得還不錯 滿實用的 因為我有一次就是出去逛街 然後 我音樂盒 那還要三十環境卡停個下來 是不是 沒有 那就換那個 然後結果也 因為她不在台灣嘛 然後 她不在台灣 這是圍巾嗎 這圍巾啊 有一次我就是買了一條圍巾 然後我就自拍 然後傳給她看 就說我買了一新的戰利品 是圍巾可愛嗎 結果那天她好像去上海出差 然後好像可能就是 有經過店還怎麼樣 她如果不是發訊息 就是用講話的錄音的話 她男朋友聽得出來 她的心情嗎 然後我買了一個圍巾 她很可愛 對 然後她就結果 我後來過了大概一個禮拜以後 我就收到了15條圍巾 各式花樣的圍巾 妳說妳只是拍了一張 妳帶了一條圍巾的照片給她 結果她就買了15條圍巾給妳 然後寄到台灣 不是一個很大方的男友嗎 好貼心 可是因為我 沒有 我大時候覺得這樣好看 妳好像沒辦法 有任何潮流的東西在身上對不對 是嗎 潮流殺手 我之前拍了一系列 那個型男的照片 應該還不錯 妳好土喔 她怎麼就是土味 她最近跟楊晨玲已經平附 真的假的喔 沒有 我最近跟S姐已經平 已經可以說是 對 其實我覺得我是可以告她 沒有… 因為那個廣告 因為那個廣告我就 對 因為我就看到那個背影 想說 這個廣告怎麼又有把我 拿出來重播 不是合約已經到了嗎 然後一轉頭是她 我想說 因為連我說 直接我以為那是我 開個小玩笑 我們有好的微面微笑 你等著說到我的那個純粹性感 不要 不要動不動就告別人 不好意思 柳依馨 請妳拿出 妳剛才覺得匪夷所思的 好 來 請站起來 好 真的嗎 這個很厲害 來 凡哥幫她展示一下 是 這個好 我在這邊展示就可以了 就是白色小藥丸 白色小藥丸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退黑激素 這是助眠的藥 然後全部都是天然植物的 就是非常厲害的藥 然後那時候我拿到這藥 是因為我覺得 男朋友送的 對啊 因為我覺得 男生 女生 不是剛戀愛的時候 都會晚上睡前 一定會打電話跟對方聊天 然後我聊聊 譬如說我聊的時候 我今天吃了什麼 我做了什麼事情 他說 你沒有什麼事了吧 那你趕快去睡 我就會很傻眼 但是如果我跟他講到真的正式 他就會 等一下 我先請問一下 你們跟男朋友講電話的時候 男朋友會講這句話嗎 說要不要去睡了 會 會 會 睡覺高囉 對 妳都沒有碰過人家叫妳去睡覺 沒有 所以妳愛講多久 對方就陪妳講多久 對方已經睡了吧 因為他講話去睡覺 有更多太早了 你們會試一下 就說好啊 休息吧這樣 就下次再找另外一招 看有什麼方法可以就是 增加那個時間的場地 我跟妳講真正最白目的女生就會說 幹嘛妳不想跟我聊天呢 對 打招 然後男生就會說沒有啊 他說那妳怎麼就開始廢話連片 妳跟他們道歉 因為很多女生這樣 開小笑的 我覺得男生會真的傻 因為這樣你們去睡覺 你們就應該說好 那就 因為有的人還會說說 再聊一下這樣就撒嬌 對 女生要撒嬌 所以多常你們認為是合理的 一通電話 二十分鐘 睡前的話 因為一整天了 就是妳會有很多事情 二十分鐘啊 因為我們女生一邊講的時候 還要一邊在床上 妳就要滾啊 沒有… 妳幹嘛 妳不愛我 妳不愛啊 妳就很愛 妳不愛我耶 妳不愛妳 我們有很多戲是要醞釀的 對 所以等於妳活在一個 好像有人在拍攝的狀況 對 這類的 每天… 熱戀集的時候要稍微這樣子弄一下 拉個小床單啊 小被子啊 翻滾一下 就是那種感覺 二十分鐘很長耶 還好 可是因為妳通常 報告完妳一天的行程 妳幹嘛要報告一天的行程呢 就我想跟她分享 因為不在一起嘛 我想說我今天做了什麼 吃了什麼 然後她就會覺得 妳已經沒有話要講 她就覺得我講的話 很沒有建設性 白白好像覺得二十分鐘 還不夠長 對啊 我睡前電話 起碼一兩個小時 所以就是要那種網內互搭免費的 然後就是我們可以講到睡著 妳會一邊看電視一邊講嗎 不會 專心講 專心講 兩個都專心講 會講到手機變燙的 對…好燙喔 然後就用耳機這樣子 然後就睡著 就一起睡覺 所以妳就可以聽到 對方的打呼聲 變態 那個男生都不會不耐煩說 我們以後可不可以不要講那麼久 剛開始的時候講更久耶 熱戀集的時候 可能會講到早上四五點 對 可是這樣對身體都不好 所以我們就不會想要這樣子 還要上班 還要上班啊 是… 沒有話題可以撐到兩小時耶 對啊 真的嗎 真的嗎 什麼都可以講呢 所以妳就要一直講說 說我好愛妳喔 什麼好棒喔 什麼這樣 沒有耶 就天南地北的一直聊 天南地北 因為要被我很靈驗的 是啦 聊到這裡來 因為妳如果邊看電視還有一些體材 比方說冰島的火山爆發什麼 不聊這些 或者是聊一些今天發生什麼事 還有新聞啊 還有電視上看到什麼啦 所以妳來康熙 如果看到劉怡欣拿出褪黑激素 妳就會說我跟妳講啊 那誰拿著 這個很棒 對我來說很實用啊 我可以送給妳 這個妳吃了就會睡覺啊 她就調整妳的那個 大腦裡面的激素 所以劉怡欣當時她送妳 就是因為妳廢話太多是不是 因為後來我就覺得 我這樣不行 然後我就想說那我跟她撒嬌好 我就說沒有啦 就是其實我睡不著 我想陪妳 就是請妳跟我聊聊天 然後這樣子一天兩天之後 她就寄了一罐褪黑激素給我說 這樣妳就不會睡不著 妳就可以好好睡 希望妳睡著 對啊 然後 可是後來我發現其實還滿好用 所以妳收到的時候心情 是高興還是不高興 還滿難過 就覺得是不是我講話太沒有堅碩了 這一段戀情是多久以前的事 兩年前 因為我覺得很好用做 我都會定期自己定 衛滿 有 讓妳傻眼的男生送的禮物 林欣妮的寫真集 這是女人的寫真集嗎 對啊 所以她的寫真集 我聽說已經是絕版了 是啊 這還不太容易買到 可是那時候我 帆哥可以拿來借我看一下嗎 有喔 絕版 妳看 腳踢這麼高 妳是不是沒看過這本 我有看過 皮膚超好 身材超好 現在呢 因為那時候我非常胖 然後差不多六十幾公斤 六十幾公斤 然後皮膚超差 可能是有一點內分泌失調吧 就是滿張臉都是油的 然後長很多痘痘 然後那時候我就立志要變漂亮 然後林希蕾小姐是 那時候那任男朋友的女生 然後她常常都把這本書 公在 妳那個男人有幾歲 大我兩歲而已 所以那時候是一個學生 對 也是學生 然後這本寫真集 常常都公在她的那個 書櫃的最上層 然後就是大家都不能 隨便去亂翻 有一次她媽媽 就可能幫她收拾 然後變不見 然後她還為了這個跟我吵架 她覺得是我把她偷走 當時她跟你講的時候 妳就認齋 因為妳覺得自己條件不佳 對 然後我跟她講說 我要開始減肥 要開始變漂亮 然後她就很慎重的 把這本送給我 所以我真的覺得她可能 真的很愛我 她送給妳 對 她很慎重送給我 她竟然把她女神的寫真集送給我 送給妳的點是什麼 她希望我好好研究裡面 她的膚質還有她的身材 什麼的 她讓妳變成林希蕾 對 她希望我可以 像她一樣漂亮 而且還說如果這樣漂亮的話 我們就可以常一起出去 而且還說會娶我之類的話 所以她本來 她本來沒有帶妳出門嗎 就是有時候朋友聚會 她不會帶我出門 可是她為什麼要跟你在一起 我也覺得她不愛我 可是她有沒有曾經翻開哪一頁 然後說妳可不可以擺出 這個表情跟動作 沒有 沒有 但她有在我面前就是 自己擺那個姿勢 在我面前就是讚嘆啊 欣賞啊什麼的 而且還說 我覺得不太好擺的動作 對 這個有嗎 這個不好擺吧 這個 這個妳有辦法嗎 這樣子嗎 完全沒有啊 要有一點生活化 不經意 她沒有插腰 欣賞很容易吧 這個 怎麼樣 有事嗎 這麼亂無其事的感覺啊 亂無其事